很多现在reels IG上面reels 也是那种几千万人观看的 点进去之后 可能你看到账号 可能只有三千个人follow 对 对就是有这样的状况出现 可是我觉得像 短音音这种东西出来 我自己的感觉啦 就虽然说 它流量很多都很高 可是实际上 没什么忠诚度 而且对没有印象 就是看完之后 当下是觉得 好像得到了什么 或是觉得 嗯这个很棒 或者是 或是很开心 很好笑之类 可是 我实际上对这个人 不一定有印象 嗯 因为TikTok也是这样嘛 对对 而且短音音我觉得会 不会让你真的会想要 去follow那个创作者 因为你会想要 我看完了 我要看下一个 就一直往下滑 你不会真的说 他的东西好棒 而且他一直往下滑 是random的创作者 他不是同一个创作者 一直往下滑 对 所以很 我觉得现在大家对 creator的loyalty 这种忠诚度 也有在下降的感觉 所以这样听起来 是当网路creator 已经没有像 过去五到十年来 大家讲的这么重要了 我觉得红利有在消失 因为虽然说现在这一块的柄还是很大 它再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比传统媒体大 以现在这个时代来讲 这一块市场现在 我觉得资源还是有在往这方面移动 可是里面的人太多了 他人增加的速度 搞不好比他资源增加的速度还要快 对 所以变成每个人 其实可以拿到东西会越来越少 所以反而传统媒体那边 大家往那边跑的人变少 所以资源虽然没有那么多 可是分的人很少 所以每个人还是拿到会比较多一点吗 传统媒体 再怎么说 我觉得讲白一点 就是它还是有一个门槛在 对 所以因为那个门槛的存在 让里面的人的数量是会被控制住的 就是感觉在那边生活的人 好像不会太差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 现在传统媒体好像已经慢慢都在被淘汰 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这蛮反我们的直观的嘛 就是大家会觉得网路出来 自由度 然后门槛低 然后你可以充分发挥创作 然后传统媒体大家就是一个闭门的感觉 对对对 可是相对之下 我自己现在会慢慢觉得 他们好像活得更长久 哦 所以你觉得网路媒体人应该要想办法 挤进传统媒体 没有没有没有 我不是 因为你自己在做电视啊 你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你希望我们不要做 你做就好 不是不是 不要去分那个饼嘛 不是啦 我觉得 我觉得是自己 我自己的感觉 然后因为还有跟身边的一些朋友聊完之后 大家的感觉是这样 就是说现在 因为网路 大家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 所以确实在这边分食的人会越来越多 但是传统媒体那边 因为我还没有印证这件事 我觉得它只是 我现在自己个人的一个感觉而已 对 因为你也有接一些传统媒体的主持工作嘛 可是我们 假设我以直觉来看 会不会觉得 可是视网膜的特色 就是在网路这个框架下非常自由 那你到了传统媒体 因为有NCC管控 或者是各种团队的管控 你的特色就不见啦 你不担心这件事吗 其实我去那边啊 他们都很希望我可以维持那个风格 可是每次电视台都这样对凯莉讲 对可是一定得调整嘛 就尺度不可能一样 对 这样 比如说他们就说 啊我觉得你很棒 你好自由来这边 啊可以不要聊色吗 就我的问题都是这样 我相信你一定也得为电视台稍作调整吧 我觉得刚好只是因为我自己的表现形式在他们的很多节目里面刚好有可以发挥的地方 但是是表现形式上 所以我自己觉得是表现形式 但你会需要调整是因为你平常习惯讲那些会让普遍集变成保护集的东西 会被罚钱 对会有 反正因为他们还有时段问题嘛 对我知道 因为我现在跟宋伯在同一个节目 他在现场都看着那个 哇这些东西可以讲 对 可是我觉得很棒啦 虽然到时候我觉得会被消音 我觉得会被消音 这座人都跟我说没关系 但我不知道他内心是不是很干 没有他们应该后面会用消音的方式处理 因为他如果要在晚上八点 礼拜六晚上八点这种时段播出的话 很难让所有东西出去 我懂喔我完全可以理解 所以就变成我每次站上舞台去 然后最后都是大家好我是凯莉 所以你在那个节目上 因为那是辩论节目嘛 所以他在辩论的时候 全部都是用色来辩论是不是 没有全部這個常 沒有全部大概85% 我剛剛就在講八 原來比八十還 所有題目都可以變成跟性有關 跟金子卵子 陰莖陰道 交合 交購 射精 然後 射精啊 你是假新聞欸 所以在講那時候要怎麼滅火 假設消防員怎麼滅火 射精 沒有我其實花蠻多心思 其實我也有在當中 你看Tuber笑成這樣 去想辦法讓每一個嚴肅的變題都可以 變成色的 然後 這個努力的方向是對的嗎 我不知道 你會不會走錯方向 我不知道但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是蠻喜歡的啦這樣 而且感覺你是有刻意想要挑戰尺度吧 我有點想刻意挑戰尺度 那製作人也會覺得他們可以用效應的方式處理 那反正現場效果好 他們覺得OK 對 所以我覺得播出就知道了 對我其實也很期待你的部分播出 因為你基本上每一集應該都會被效應 一定是會被效應 所以到時候凱莉只有臉 搞不好大家都不知道凱莉真正的聲音是什麼 假高潮啊 假高潮他們說可以的啊 然後什麼羊具塞到什麼分 喔什麼沒有啦就是簡單講就是 因為製作單位的題目都很震驚 都很非常震驚 就是在講什麼孝順啊什麼 我連孝順都可以講到情色的東西 或是在講 孝順怎麼講 可以啊 因為要生小孩嗎還是 沒有沒有要送老 送爸媽到老人院啊 現在老人院 我以為妳還說要送爸媽什麼假陽具什麼 不是不是 再更高明一點 自以為 喔 像他們去老人院可以就是打群交 會開心 對對對會開心 蛤什麼 你在講的應該是這個吧 對我在講這個 因為我在節目上講過啊 對我絕對知道他在講什麼 不愧是我的partner 所以我也是蠻期待 就是等於是 他們也一定程度尊重我的創作意識 然後他們想看看怎麼樣去 讓他們過關又可以結合這樣 但我覺得我的部分 就是剛好就是那個表現形式啦 就是一臉正經也講一些 偶爾吐一些不正經的話 沒有就是他們就上演嗆人啊 你會不會怕得罪到人 一開始會喔 對啊 因為不熟 不熟會 所以我覺得這個圈子叫 待越久越有辦法發揮 這是我自己的感想 你說你只要越來越資深 就可以越嗆越大聲 沒錯 就可以越來越兇 對 因為我覺得你現在的嗆都只是 對 還在摸而已 還在摸而已 我覺得不夠兇 我對你期望很高 我也覺得還不夠兇 我對你期望很高 就希望拿網路的嗆法去那邊嗆 我非常期待你去那個傳統影音圈 那邊媽的亂回頭 那個可能要等我45歲以上 我剛剛就在想說 你覺得多久以後 你才能真的嗆 不確定欸 因為不知道跟大家互動的狀態 會是什麼感覺 但是現在 有啦 我有在跟大家互動 就是比較熟的互動 沒有我真的有跟大家互動啦 你說陶晶瑩那不算啦 陶晶瑩反而還好 還是你覺得如果你拿金鐘 你就可以嗆人 沒有我不敢 我覺得拿金鐘也還 凱莉拿了也沒有嗆人 不覺得拿金鐘要嗆人 對不用拿我就可以在那邊亂嗆人 對 所以你覺得嗆人的尺度是會跟著什麼改變 會跟著你跟人的相處 的時間 熟悉度 一定會有差 所以是私交對不對 但怎麼樣你都是晚輩欸 因為你已經不是胡瓜或吳宗憲在那邊 他們一定可以掌握那個尺度 這是我第一個問題是 你是年紀問題 那第二是 不管怎麼說 你在主持節目 你永遠都會遇到你不熟的人 來節目 可是你可能都要嗆他們 那怎麼辦 沒有私交 你還是要想辦法嗆他 不會啊 還是有很多 我自己會判斷 嗆了之後 可以好笑 但是又不會去真的想到人的地方 一定有這種方式 但是 但是其實這幾集錄影有時候 然後我會 事前跟大家先聊一下 我覺得你好客氣 我覺得你很客氣 對 你對我都沒在想 我知道你都直接講 可是其他人我都覺得你很客氣 所以他嗆對象就你嗎 也還好啦 但又會不會怎麼樣 他自然也知道 那你接下來 反而反而我在節目上 我反而在節目上 有來賓開了我玩笑之後 私底下一直來跟我道歉 然後我被 我其實有被嚇到 因為 我覺得這 沒有什麼好道歉 就是 可是他是很真心 陳一直在跟我說 不好意思剛剛我其實是 原本想要講什麼 搞不好是演藝圈的習慣 你真的不用跟我解釋這麼多 因為我真的不在意 你有沒有發現 我覺得是傳統媒體 他們真的很有禮貌 他們很怕冒犯到人 或得罪到人 然後就 對我來說有點禮貌過頭 可是他們的習慣 他們連不只是對你 你是主持人 他們連對我這種 在電視台 根本沒有任何資歷的人 他們都會瘋狂來解釋跟道歉 但我覺得 包括評審欸 我覺得這個風氣 就等你們這些脫口秀演員 越來越多進去之後 應該就會改變了 沒有我們可能會 現在裡面被洗一輪 哈哈 出來之後每個都變聖人了 哈哈哈哈 但是 但是我要再 再講一次 就是剛剛我的那個意思 並不是說 鼓勵所有網路上的人 都擠到 擠到傳統媒體裡面去 並不是這樣 我只是單純覺得 以現在的這個趨勢上來說 就是在網路裡面 的紅利 確實已經沒有像 五到五年前 或十年前那樣 這麼的 有 那個時候的感覺 當然 對啊 我覺得我可以補充一下 因為就是之前那個紅利 所謂的紅利 就是等於說 你做 比如說 五年前跟現在做一樣的努力 但是那個時候 比較容易被看見 嗯 那我覺得其實也是那個時候 剛社群 平台這些剛起來 然後這些影音平台 這些 各式各樣的社群媒體起來 就是很希望鼓勵大家在上面 創作之類的 那 而且這個時候 門檻又很低 就是像 剛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 直接它是 六張書面的 台報紙 綠色的貼在 房間的牆壁上面 就可以錄影了 就做去背這樣子 哇 所以就是門檻變得很低 你只要 有一些簡單的設備 你就可以去做出 內容這樣子 嗯 然後可以放到網上 然後就會有人買單 可是我覺得 因為越發展到現在 就是 這個東西變得說 大家越來越 有點 可能胃口被養壞 或是大家 本來你 對一個東西越來越 呃熟悉 或是你看越久 你本來就會 越來越有要求 當然 對啊 所以你低品質的 或是一些比較粗糙的 過去我們可能覺得 OK我只要好笑就好 但是你現在就會覺得說 欸 我不想看畫質 畫質那麼低的啊 我不想要怎麼樣啊 就是你會 越來越要求這個 技術層面的東西 所以就變成網路創作門檻也變高了 對我覺得其實是有變高的 而且其實 的確大家會 越來越追求這個東西 加上 因為 這個其實是世界潮流嘛 因為 智慧電視普及 嗯 那過去本來大家說什麼 喔就是電視已經沒落了啊 但其實沒有 就是 只是變成一個智慧電視的形式 大家可能 變成說是用智慧電視打開YouTube再看 所以你當YouTube的東西 以前是覺得在手機上面看 所以那個畫質啊 或是那些 技術層面的東西低沒關係 反正手機螢幕很小 可是現在會被放大到45寸65寸 嗯 那麼大去看的時候 大家的要求會更高 嗯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本來是門檻很低 但現在是精緻化 越來越要求技術層面 那 這些技術 如果你要繼續往上的話 很多會 可能往穿透媒體那邊去找資源 或是找機會 或者是自騙公司 對 他們有比較多人才 對 因為那些地方本來對這些 基本的技術啊 規格的要求就比較高 而且我覺得 你們去觀察 現在很多傳統媒體他們做的節目 其實丟到YouTube上流量 還比很多百萬YouTuber還要高 嗯 有一些 但也有很多失敗的 對啊 一定有很多死掉的 嗯 所以這個就很難講 我覺得電視台未來的角色 應該會慢慢變成內容製作 是 製作的角色 然後我們現在其實競爭對手 在網路上不只是YouTube的其他的頻道 還包括其他的OTT平台 包括Netflix Disney Plus 那些全部都在分散觀眾的 注意力 嗯 嗯